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在寻找自己的理想生活 希望在日常生活中 体验到平凡和珍贵的幸福感 理想生活的幸福感 可能来自一餐饭 一个风景 一个笑容 你找到你的理想生活了吗 滨城可能是你可以体验 理想生活的一个好地方 大家好,我是Gin 很快就来到三月份了 在这一集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住在马来西亚 滨城一些生活上的心得 为什么滨城是这么多人喜欢来玩呢 故事就由我在七八年前 就由吉隆坡搬到来滨城 开始讲起了 滨城 都会有一种在生活中旅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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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我完全听不明白 一开始我完全听不明白滨城人说的福建话 后来慢慢适应 我就越来越喜欢滨城了 在我眼中 在我眼中 我觉得滨城是一块福地 它有大自然环境 生活的设备都很齐全 住来了你会发觉自己的生活素质 在心境上都有很大的提升 而易及得着的 我就越来越觉得 滨城真是一个好宜居 好乐活 慢活的好地方 活在滨城魅力之一 好山好水好风光 住在滨城最大的优势之一 随时都可以去海边 吹海风 看海景 吃海鲜 由我家开车大约15分钟 就可以到这么漂亮的海边 享受沙滩的美好时光了 过去我都曾经和朋友一起到海边野餐 欣赏日落 四老哥就玩泥沙 在槟盛 这样的娱乐时光真是随手可得 亦都不需要花很多钱的 只要带着一伙开放愉快的心情去玩就可以了 外地有客来滨城 一般上都会去海滩的度假酒店 但是本地人就喜欢到海边运动 比例如说一到周末的时光 我就喜欢和家人到海边踩下单车 山步或者跑步 在滨城沿着大海设有很多单车道 很多滨城人都很喜欢到海边踩单车 或者一家大小到海边散开心 野餐玩乐 在这么漂亮的大自然环境之后运动 身心都特别健康 一来到海边 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舒缓了 这也是滨城很独特的日常生活风景之一 活在滨城魅力之宜 美食天堂 在滨城生活最满足的事情之一 当然是食这方面 滨城最出名的就是街头美食 很多小食都荣活世界的美食房里面 滨城勒沙 炒鬼雕 橙堆 咖喱棉 各式土产 这些美食的价钱很便宜 味道令人一丝难无 很多滨城的美食摊主 都是由本地人经营 有些已经经营了很多年 存了很多代 所以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好味道 这个就是著名的 阿伊丹 热沙 不知你们有没有来吃过呢? 老板在疫情之下 曾经停止营业一段时间 最近又回来开档 那对于住在槟城的本地人来说 我们要找美食通常就会去游客区了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社区 就可以发掘到很多的美食 就好像这样的街头小食 就是我经常光顺的美食档口了 你可以在这个很小的档口里面 找到各式的炒粉盐 糖水 糕点 价钱很便宜 味道也好 所以可以说住在槟城 这里的食物 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新心灵 活在槟城 魅力之三 文化与艺术之城 除了大自然风光 槟城也是一个古迹文化及文艺之城 来到Georgetown 乔治市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这就好像穿越时光 进入历史古城的背景中 在乔治市 保留很多殖民时代的路建筑 古迹文物 老街上有很多的壁画 你在四处都可以找到 充满文青feel 的cafe 每一年 乔治市都会举办很多文化庆典 各种文艺活动 吸引全世界很多游客来到这里 我自己平时都很喜欢去乔治市 逛逛街吃饭 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气息 有时走在街上 总会发挖不同的惊喜 感觉就好像旅行一样 我真是认为 如果我们用一种好奇充满热成的心去生活的话 很多时候生活就好像旅行一样 那在文艺之都 这种在生活中旅行的感觉 是特别强烈的 活在满城 魅力之四 是顺朴自然生活 满城是一个绿化城市 谁是谁地都可以欣赏到顺朴自然的风景 我们这里很多社区都有很美的公园 本地人就很喜欢来公园 运动跑步欣赏小桥流水 新港公园 就是我经常来的地方 这个公园设备完善 风景优美 我曾经和朋友一起 在枫棱木季节的时候 就在花树下野餐 度过很愉快的休闲时光 每一年的2月3月 就在槟城枫棱木开花的季节 你看看 放眼望去 就好像欣赏櫻花一样 在一个这么充满鸟乳花香的环境之下 特别令人放开怀抱 好好地去拥抱生活 除了去公园 庄抹都可以上山 来到鱼美之乡佛罗三辈 除了游客喜欢来的地方 很多本地人都喜欢来到这里 欣赏到甜风光 品尝一些美食 就比较说佛罗三辈 来到辣沙 顺便买一下黑糖包和手信 或者有时我们都会带客人去参观斗购厂 买一些这里的土产回去 体验独特的香镇风情 每年一到榴莲季节 很多游客都会上山吃榴莲 整个三辈都有榴莲香 我自己都经常在周末上来佛罗三辈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欣赏日落 吃一下美食 维生心充电 食物 活在槟城 迷离之五 温暖的人情味 另一个令我很喜欢槟城的原因 就是此很温暖的人情味 无论你去到哪里 就算是买一样东西 大家都可以亲切地交流 互相帮助 在槟城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也曾经参与一些团体 这里依然保留传统的中华文化 各种族之间互相处融合 住在槟城,这个民风比较朴素的地方 除了居住环境带来的舒适感 这里的人情味,也令人觉得很有归属感 以及亲切感 槟城适合什么人来居住呢? 我认为适合那种是 喜欢休闲生活的 缓慢一点的生活节奏 还有很喜欢大自然风光的人 就很适合你宾城住 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地方 有好山好水 有很浓厚的人情味 还有生活节奏比较 可以灵活调动的 也可以享受一些生活上的生活素质 你都不妨可以考虑来宾城住 我本身真的很喜欢宾城 也都在这几年都觉得很享受 很享受我的生活 很享受这里的生活 又认识到很多朋友 又体会到很多大自然的美好 也都给我很多不同的体验 知道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 你可以搞到几複杂都可以 但是也可以很简单 所以很多谢宾城给了我一份 这么好的一种生活的体验 所以我也很想将我心里面的感受 这些心得是分享给大家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